我們再把焦點轉到生計 其實大家對於這個超級細菌 應該並不陌生 我們要請教Simon 專家都在找 到底有什麼方法 可以去對付這個超級細菌 現在從這個大清新的身上找到了 沒錯 因為大清新也不會吃藥 所以他就學神龍士 這樣片堂百草 吃完之後 發覺怎麼吃到牧棉樹 還有什麼黃色的那個聚傷腎 幼木 非洲的幼木 還有無花果樹 就是草藥 對 草藥 好像身體變好了 好像變比較不會痛了 所以他就去 他真的不好吃 你可以去吃吃看 這四樣東西真的不好吃 然後他吃了以後覺得有療效 套用在人類上也是有療效的 所以現在就發現說 這些的東西都含的大量的 所謂的抗氧化的一個相關的技能 跟抗菌 尤其是有一個叫木棉樹的 聽說他還可以殺死 現在所謂的藥性非常強 叫超級細菌 那為什麼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超級細菌是怎麼來的 因為超級細菌 英文你可以看 他就剛好是逃脫 最會逃脫的 Escape 對 他等於說 這些的菌 其實不太會被抗生素 就是抗生素 對他們幾乎沒效 奈何不了他 沒錯 而且這些的呢 很容易讓你 他會衍生的是 像你肺炎啊 尿道橄欖 更慘的就是敗血症 如果是敗血症 很快可能就要走掉了這樣 所以那為什麼會有這些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濫用抗生素 還有抗生素的新藥真的很難 就是問世很難 2017年到現在7年了也不過13種 13種裡面也只有兩種是完全全新的 所以呢他做得很慢 然後呢 濫用抗生素是包含我們人類 不小心可能 醫生就給了或是怎樣自己就吃了 就會產生一些抗藥性 沒錯 還包含可能動物也是 還有水產啊 魚類這些也是 所以導致他也進入食物鏈 所以導致整個 整個食物鏈這邊就加 就是催生這些的超級細菌 另外呢還有所謂的醫院端 加護病房 其實呢 現在的抗藥性 不管是醫學中心 像比較大像台大或是區域醫院等等 其實他的抗藥性超級細菌 尤其是我們說的叫做 一個叫做包式的不動感的那個菌 他會很容易的讓你 可能甚至延伸所謂敗血症 所以他幾乎抗生素 他對幾乎很多的抗生素 是百分之百的抗藥性 所以呢 整個的超級細菌的威脅很大 然後呢 你想想我們最簡單 為什麼說 為什麼細菌 你反而想這是一個整個細菌 然後細菌其實他也很聰明喔 他不是說你抗生素進來 他就吃了 然後我們就沒病 不是 他他自己也會產生所謂的 欸這進來會會影響我的生長 我就不能再分裂越來越多 所以他就會第一個 他也會阻止抗生素進入他的菌體 這這是一個細菌 你吃進去的抗生素 他再把你凸出來 把你凸出來 所以細菌也會去對抗這個抗生素 沒錯 第一個是他根本就不讓你進來 像酵素 他就把你摧毀掉 然後或是改變他的膜 就讓你也進不來 另外一個呢 他會在所謂的修改裡面的抗生素 或是改變他的基因 讓你也沒有辦法產生效應 開發一個新藥 可能要五年以上 其實要花時間又花錢 而且可能要好幾億美元 是 所以呢 就變成你又有時間 然後又要錢 然後呢 再加上 他的抗藥性比你還快 所以等你研發新藥 沒研發好 他一到兩年 他就已經突變了 已經可以對抗新藥 所以現在就要新的東西 那新的東西 現在就是用政策 加上AI 來推動新藥的一個研發趨勢 他變得從政策裡面 去給你錢 一個是訂閱制的這種方式 另外一種呢 就是AI 現在AI的話 可以加速他的研發的時間 我們那時候你正常的信藥 可能要五年八年 對 現在透過AI的話 就可以縮短 縮短 甚至到一年兩年都會 然後成本就會縮短 所以呢 像基因泰克的跟輝達 還有呢 包含里萊跟OpenAI 包含MIT 這些哈佛的 都在利用AI 來做新的抗生素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新的趨勢 所以他市場規模也是越來越大了 沒錯 雖然呢 我們都知道說 你看起來成長性不大 但這些成長的都是新藥 包含這些AI創造的 所以我們看到說 他大概是511億到2026年 大概三年左右 就可以到所謂的597億 年複合成長率大概5%左右 不多 但是這絕對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新的這些的AI 新的這些商業模式 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因為現在他抗藥性很高 所以我就說 現在死亡人數真的500萬 而且呢 聽說未來有可能到上千萬 所以他是非常多的 然後呢 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些高危險群跟外科手術 其實也是創造這些的商機 最後我們談到就是說 台灣呢 在抗生素 其實也是努力在做 第一個就是像松瑞的製藥 他做的是培南類的抗生素的生產 然後呢 現在未來呢 其實一到兩年產能也會倍增 另外我們看到是東洋 東洋我們現在看到他大概佔 他的營收20% 未來的成長性也會越來越高 最後呢 我們看到就是抗生素新藥 所謂的奈若殺新 這個的話 我們認為他未來的一個成長性 也是值得可期的 所以總結來講 我們認為抗生素這個市場 加上AI 加上台南廠商會越來越好 OpenAI呢 原本是想要自建晶圓廠 不過他現在已經放棄了這個白日夢 我們要請教三分轉向的晶片設計 而且會聯手這個博通跟台積電 是 現在就是路透社說出來的這件事情 我們認為是完全合理的 對 反正他的團隊現在才20人 所以台灣機會會大 是 然後呢 他現在為什麼會找博通合作 因為他是台積電主要客戶 所以跟他合作 他要下單 他量就算不大 不大還是有機會的 然後呢 而且BlockCon他又是 Trip to Chip 也就是說他自己做出來的 ASIC 就是他做出來的晶片 加上BlockCon的廣通晶片 剛剛好 就可以下單 所以他現在的邏輯才是正確 之前的邏輯是 完全 不make sense 五到七兆 那個貪目到錢 我們認為是ok的 但是呢 最大的問題是不切實際嘛 那個量率啊 產生利用率 你的成本真的是會太龐大了 完全是 對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說的這些AI伺服器的晶片 也不過一個月兩到三萬片而已 是 那個量真的是你蓋一個 你會為了一個牛奶 然後去弄一團母牛 那母牛還又有問題了 這個他的狀況是這樣 所以呢 現在做的是對的 所以他校學習亞馬遜Google 這些自行設計 然後給台積電代工 這個是ok的 所以他做的是ASIC晶片 我們當初也有提過 從雲會到端 端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些的話呢 叫推論晶片 所以現在做法比較落地了 沒有做白日夢 完全是對的一個趨勢 所以呢 推論晶片也剛好是對的 所以呢 他的商機呢 也會從100%到400 就是等100億到425億 也就是每年可以成長38以上 因為他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那訓練呢 就是我們知道NVIDIA 這樣的一個晶片嘛 那在所謂的推論的一個晶片 就是現在這個OpenAI要做的 那目前我們看到就是說 為什麼他現在是台商有合作機會 主要一個是 因為他人也不多嘛 大概20人左右而已 然後呢 他自行研發 要不然就是收購其他公司 要不然就是策略合作 或是跟其他的合作夥伴 那台灣我們目前看起來 三家最有機會 哪三家 第一個 四星電子 它是幫我們知道嘛 亞馬遜正在做 然後呢 他現在的其實是我們的IP裡面 其實是相對是最完整 也是最多的 所以目前他要合作的主要對象 第一個如果他真的要做研發 其實跟四星電子合作是最有跡象的 第二個呢 再跟創意就是說 他跟博洛康做好了 然後透過台積電關係好的創意 然後就可以把單子送進去 就可以生產 然後第三個聯發科就是 他不小心跟這個一樣全部搞砸了 那就跟聯發科合作 所以我們可以密切觀察他後續 到底是跟誰合作 他做得怎麼樣 其實就很容易看得出來 怎麼跟廠商合作 其實很容易看得出來 想說 關於一集 用